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去大卢哥打击场 去那个打棒球的地方 因为朋友呢有送我们一个Jet 今天有空 我们就可以去那边打一下棒球 很久没打了 之前呢还是去内湖店 那内湖店都已经大概关了一两年了 都没有去 好代表我们已经很久真的很久没有去了 他呢也是在辅雷大学站 跟之前我们去Costco的时候同一站 那今天呢我们学乖了 我们不要坐捷运在翁板座 我们直接骑摩托车到台北桥站 我们从这边直接坐到辅雷大学 比较快 而且我们骑过来也不用五分钟嘛很近 那直接坐捷运就比较快了 就不会再要花一个小时那么久了 到辅雷大学 今天可能会走比较少一点 因为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Google map 只要走四百公尺吧 所以应该比较近 苏珊等一下应该可以丢丢球 因为他这样应该不能打棒球 但是他应该可以丢丢球 再看Google map 他叫我们走一号出口 结果发现其实在对面 所以应该要跟我们上次去Costco走的一样出口才对 应该要走二号 走二号才不用再过一次马路 超多礼卷的啦 你看 这么多 这两张是之前朋友送我们的一百块都很绝 一百块可以换三枚 所以这样就可以换六枚 这个呢是我们2014年买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张两张三张四张 里面还有四张 一张可以换七枚 七十二十八 再加上六 所以是三十四 今天给我打不完 打到手头就都打不完 我们先换六枚 六枚应该就暂时够了 还有这边是有两层楼 刚才你们看到那是一楼 一楼 一楼的话它是有一些油器区啊 就是一些像我们去玩电动玩具店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些投篮机啊什么的 还有其他电动 那它的打击区在二楼 这边还蛮多道的耶 感觉不出来这么多 还有很多球数 前面就比较慢 这边的话应该是越快 那我记得没说的话 这边还可以打那种慢速雷球 前面这边还可以丢球 我竟然有戴手套来 只是这边看起来还蛮小的 所以应该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丢球 那玩具走 很久没打了 不知道打不打得到 先打八十打 希望打得到 不然就会很久 很好笑 先来这个八十又打 走走走 前面都会不到 前面都会不到 太久没打 就这样一路打上去嘛 九十 八十都打不到还想打九十 就感觉九十就打得到 刚才八十 太满 完全打不到 结果这个本来好一点 好继续挑战一百 一半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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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百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 110 越來越快 OK 開血 前幾球大家都在試一下速度 110打成 後面還是要打到 因為前幾球那個速度感跟前面打的不太一樣 所以後面再試一下應該就還OK 120 越來越快了 希望打來打 我以為我應該只是摸到而已 結果覺得還打得到 滿猛的 好 剩一個 爆料中 難怪都沒有人 我想說怎麼都沒有人排隊 好像等不到了 因為他 我們已經等了 大概半個小時 大概一個小時了吧 他一直都還沒好 那就只好 放棄囉 原本想說140 我進去應該只能用看的 我現在連看都看不到了 我們要去大魯閣打擊場 大魯閣打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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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